尊敬的農永图秘书长 许正宗董事长 许为主席 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感谢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的邀请 让我们聚首一堂 就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格局 展开讨论 论坛取缔在恒情也是别具意义 2009年 国务院通过恒情总体发展规划 逐步把恒情建设成为一国两制 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一个示范区 当时我引领旗下的企业到恒情投资 是首家进驻恒情的港澳企业 现在在恒情后岸上方 你也可以见到信德商务中心的两座大楼 还有一家我们自家品牌的雅城酒店 当时我们就想把在澳门建设的经验带来恒情 今年是澳门回归25周年 大家都知道 这25年来澳门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赋予一中心一基地一平台定位 并各种未澳政策措施 加上特区政府和企业齐心卸力 依托在到位而去前见性的措施 澳门精致不止在数字上腾飞 更有序地不断丰富精致架构 走向更多元化的发展路上 并取得非常优秀的成绩 作为一个澳门人 我经历这25年建政与参与澳门发展全过程 澳门回归前 主要对外连接的交通只有船 加府当年也就是率先打通海路 连接珠三角 到1994年澳门国际机场建成时 我作为澳门航空公司首届董事局成员 也轻身走在跑道上 那一刻的骄傲我依然历历在母 到回归后 我所带领的企业新的集团 积极投资建设推动澳门城市规划建设 以及经济架构的改革 我们不只是建房子 建商场建酒店 更重要是打造完善的全方位 为澳门旅游业旅客增长提供了 最变质服务的一个海空路的一个联网 除了海路在港珠澳大桥启用后 我们也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中旅合营过境的巴士服务 以及路上其他的跨境的交通 为进一步连接租港澳 做好我们的工作 而且我们还在香港国际机场 想创立一个海天码头 更是全球首个海天连运的模式 将八个大湾区内港后 与香港国际机场连接起来 我相信要融合先要连接 恒景和澳门一水之隔 一条莲花大桥把两地接拨上 但恒景与澳门不仅要做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的近邻 还要成为连师一友 澳门有今天的发展成果 老实说是常常实战有成有败的 澳门的经验为恒景发展做模板 而恒景也就是澳门的发展后花园 为澳门经济思路多元发展提供支援 秦澳为大湾区的发展 摸索出一条对接方程史 当中有许多制度创新 先行先市的举措 大湾区内有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 三个关税区 三种货币 粤港澳三地的法律体系 制度规则 管理理念到市场习惯都各有差异 中国是现代化的隐隐地 这个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 今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也挤出了下一阶段粤港澳台湾区深化合作的重点着力方向 是强化规则闲接 不论是特区政府或是企业们也都在澳门过去二十五年的成长中 累自不少经验 创造出管理体制机制突破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今天套用在深河区 越奥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机制 就是创新突破最显著的探索实践 今年3月深河区分关运行 进一步更好将澳门的单独关税区 自由港对外联络广泛等 图特的优势在恒情的空间资源优势结合起来 也为澳门企业在恒情营商 澳门居民在恒情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 加恒情空间加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发展模式 在恒情得到有效实践 并在最大程度上放大分工效益 规模效应 发挥好越奥的比较优势 澳门特区政府 依托在国家文娱部的旅游家策略 也提出一加四十度多元发展的策略 综合旅游休闲业也带动了中医奥大健康 现代金融 高薪合计 会议展览 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新发展 业界也积极 用好恒情这个花园 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和配套 助力加快恒情各产业的协同发展进程 比如我自己 也在正推动跟一个 我们跟凤亡网和中国全民大选 也共同会主办一场 别具生命的一个长城长与世界品牌城市论坛 也将为是第一次能为恒情带来 跟澳门的一个一会两地 也正在跟其他的一个重要的国企 在筹碑参加一个大型的展览 会章实现一展两地 我们将会在恒情利用完善的会展 这个场地举行实体的展览 而在澳门会同时举办数码版的展览 希望为大家带来一场广度深度 新鲜感并具的一个展览 各位 三中全会进一步确立国家要扩大 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 中国企业要走出去 就要找对码头出发 也要找对有共同目标 而在能风雨同舟的好泉源 澳门凭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连同国制 尤其是对普与国家的开放优势 和自由港的优势 充分发挥澳门作为一带一路 重要节点的作用 请澳深河区在各种制度优势下 可以担当出海的码头 助力粤澳澳企业共同参与 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开拓国际资源 打开国际市场 在秦澳一体化 更在大湾区一体化的前提下 大家都明白 秦澳是共荣共生 大湾区9加1 9加2也是目标一致的向高质量发展 各位 我们都是中国企业 聘船出海的好船员 港澳特区可以做国际领航员 而其他城市初位发展 分工合作在中央政策的掌桌下 即使面对风浪也可以有信心的扬方启航 今日 衣服围绕传统产业更新 新兴产业舒适 未来发展谋略 谋远的新制生产力布局图 正在大湾区 徐徐展开 秦澳深河区为大湾区担当 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虚拥 搭建对应来对外平台 更好地推动内外双循环 定定坚实之处 各位大湾区人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也同时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 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 也是恒情深澳深度合作成立3周年的 第一阶段发展目标 验收大好之年 让我们临心俊逸 把深河区打造成具有中国特色 开创丰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 恒情示范 引领粤港澳全面合作 向中深推进 助理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 战略支点高级量发展的示范地 中国史现代化的隐隐地 以实际行动欠以祖国75周年华诞 最后 期望各位能从今年的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中收获满满 祖远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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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